西雅图公立学校申请入学过程 已经进入了一个无纸张的时代 所有的家庭都可以直接上网为他们的子女提出申请 开始的时候 你需要收集一些上网登记所需要的文件 包括家长或者合法监护人的身份证明ID 住址证明 由家长或者监护人的姓名 同时是在过去八个礼拜之内 学生疫苗注射的记录 学前班到一年班的学生 必须有出身证明或者是护照 请注意 如果学生确认为是无家可归 就不需要提供以上的文件 请浏览校区无家可归的网页 McKinney Vinto Program Web Page 来得到更多的咨询 你可以用手机将文件拍了照 送到你的电脑的桌上 在申请的过程那里传送来我们的网站 如果你在这个过程里面需要有额外的支持 可以打电话到协助专线 866-752-7650 当你准备好文件后 请到校区的网页 www.seattle-schools.org 你会入到西亚图公立学校的网页 用你的滑鼠放到去enroll入学那个栏里面 在选项中你可以选择enroll my student 为我的子女报名 在这里选择online enrollment registration 网上登记报名 选择你喜欢使用的语言来开始 选择create an account 建立账户 并跟着所需要的各项步骤 你需要有一个有效的电邮地址 当你完成了初步的步骤之后 请你按new student registration 新学生登记报名 下一步你会add a student 加入学生 如果你有多个一位学生 选择add a student 加入学生 然后按yes 这个动作会让你的资讯 从第一位学生 延续到以后要加入的学生 这样你不需要每一次 将学生的资料重新的输入 这样使你上网登记更容易 更快脆 下一页是有关学生的资料 包括学生的名字 地址 和过去读过的学校资料 当你来到家长监护人资料业的时候 输入你和其他家长或者监护人的资料 紧急联约人的资料业是填写其他非家长或者监护人的资料 最后一页是医疗资讯和出席上学的政策 在电子签名前请阅读这两份文件 在申请的过程中你可以随时离开 系统会保存你已经输入了的资料 但是当你完成申请并呈交之后 你就不能够再回到申请的过程 在你按Submit呈交报名表之前 如果你没办法将文件上传 你可以使用电邮的方式 将文件直接送到去Admission Center 入学中心 电邮地址是 ServiceCenter at SeattleSchools.org 请你在电邮上面加上学生的名 和出生日期 如果你没办法用电脑或者是需要帮助 请你到入学中心Admission Center 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八点半到下午四点 请你带上所有支持的文件 和早点来我们办公室 让我们可以帮你 入学中心Admission Center 是位于John Stanford中心 在市中心的南边 我们的地址是24453 Avenue South 西雅图 华盛顿 9813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